本期话题中药择蟹的功效与作用 黄世敬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中医老年病科主任医师 择蟹是一位常用的中药 因为它主要是来诞生逆湿 它本身是比较清淡 然后呢它是逆水湿作用比较强 所以一般来说我们讲小便不利 或者腹肿水肿或者皮下有水肿这种情况下 我们都会开这些通理小便的作用 它偏寒凉所以它还有泄热作用 一般主要是对比如小便说这些疼痛 或者是下胶湿热这些是比较常用的 它就逆时具有化作 化作能够降脂 所以它化作降脂作用是现在用的比较广泛的 因为现在认为学子高 大家都是大体上与弹作有关 所以这些化痰作最常用的中药 所以一般这样子的药 好多中层药 我们都会选择这些来降血脂作用 对 接铺 猪 的时候 猪 的时候 现在 冇